大家好 我是學長 又到了硬派90秒的時間啦 那東聊西聊跟大家也聊了很多不同的議題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個小工具 叫做塞粉器 同時學長會跟大家聊一下 細粉是什麼樣的東西 會對你的咖啡風味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任何一台磨豆機在研磨的過程之中 都會有不均勻的現象 有部分的顆粒是比較大的 那部分顆粒會比較小 而其中顆粒最小 像粉末一般的咖啡粉 我們就會稱為細粉 但總而言之呢 就是比你目標的顆粒小很多的 就是符合細粉的概念了 那在沖煮的過程之中呢 過多的細粉 容易讓你的咖啡變苦澀 容易過脆 一不小心沖煮過程之中呢 就會有瑕疵感或是雜味 那你的咖啡喝起來就比較不好喝 尤其是比較低階的磨豆機 因為設計和品質的關係 所以就會有較高比例的細粉 那你沖煮的失敗率就會增加 因此除了更換品質比較好的磨豆機之外呢 就有了這個塞粉器的發明 這是一個內外層的結構 裡面呢是一個金屬的塞子 把咖啡粉倒進去以後呢 放進去左右搖晃 就能把超細的細粉塞到底部 那使用上呢 大概就是左右搖5下 1 2 3 4 5 為一個單位 第一次使用呢 建議搖15下 然後再調整搖晃的次數 如果你喝起來風味覺得太少 就不要搖那麼多下 那學長呢 還是提醒各位 細粉仍然提供了咖啡中很多的風味 因此不是完全沒有細粉就比較好 而是利用這個塞粉器 調整細粉的比例 例如說 假設你很認真的塞粉 20克的咖啡粉裡面 甚至可以塞出超過1.5公克的細粉 充足起來 往往就沒有什麼味道 而且會變化很少 那就是本末導致的 因為畢竟風味還是很重要的 因此 塞粉器稍微塞一下就好 不要太誇張喔 好 以上就是學長對於細粉和三分器的理解 各位如果有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歡學長的YouTube頻道 請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還有更多有趣的咖啡內容 等著和大家分享喔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囉 掰掰